只需要半个亿就可以在广州的老城区 拥有一套中式别墅 今天我带你们看一套 实用面积超过1000平米的湖景别墅 7500平方米的中心湖景 和七星环越的整体布局 让整一个别墅情 会显得更加的有诗情画意 都说有钱人不一定住这里 但住在这里 别人一定会认为你很有钱 心中是现代风格的外立面 25米长的侧前门花园 55对开的入户门 给到你满满的归家仪式感 穿过这个充满意境的弦观位 它可以分两边进入 来 我们先看右手边 6.9米挑高的霸气会客厅 追纹原始的背景墙 金碧辉煌的水晶吊灯 再看看这整面的采光玻璃幕墙 这种豪华感你受得了吗 一看这家主人就是宝读师叔之人 平时就在这里抒发一下情感 突然都好有画面感 感觉就跟我是这家主人似的 飘了飘了 客厅出来是个差不多一百个方的一个后花园 它不会像一些偏延的郊区 动不动给到你一两亩的大花园 毕竟地段决定一切 你们懂的哦 再来看看这一个大厨房 你说要是住进来 以后不找两个保姆 我都觉得对不起他哦 入户的左手边则是一间长辈的套间 和两条通往幸福快乐的一个阶梯 走我们接着往上看 这一层的功能主要是以休息为主 配备了两个套房和一间书房茶室 在这里可以放下你所有的收藏品 所以老板们平时的一些大项目 在这里就可以轻松挑定了 而三楼就更加的有预示感 推开门的这一山啊 我就被他彻底征服了 两百多方的面积啊 就做了一个主人套房 好奢侈的感觉 看看这一个衣帽间啊 我想应该没有哪个女主人 能抵挡得了她的诱惑吧 这么大的一个衣帽间 然后要是不够啊 把对面男主的也通通拿过来 都自己用 这一个天台花园啊 我想不管是男主还是女主 一定都非常的喜欢 全世界上你的男闺蜜你闺蜜到这里 尽情的happy 到时候啊 你就是那个最亮的仔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肤浅了 八二年的拉菲通通往这里放 想喝的时候啊 随时过来给你们安排个一两打 来兄弟们往这看 你说要是把我70年的手扶拖拉机 开过来随便改装一下 那回头里啊 一定杠杠的 这边啊 是一个西厨空间 手巧的姐妹们啊 可以邀请你到我们家来DAY 亲手做两道下午茶 它难道不香吗 对于这一个空间啊 我想把它做一个影音室 因为我这一个人啊 比较怀旧 我想带你们领练回童年那种 露天电影的刺激感